这一场备受瞩目的时尚秀 由知名设计教父陈俊良策展与设计 共展出45套作品 整个走秀以透白、粉彩和灿淫 三大主题呈现 巧妙地融入基隆城市的特色和环境元素 仔细看看 模特儿身上的衣服、配饰 都是循环再利用的资源 这个被弃物它变成衣服 它最有可能的比方说 它可能可以变成蝶针 它可能可以变成项链 要经常可以穿、可以洗 有时候这些面料它的可能 就像现在多用面料用 保特瓶的线索 它还叫抽成纱 它才有可能就变成防止品 否则的话这些现有的漂流木、废弃物 它比较可能的还是只能做成装饰品 执政未来特展中 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亮点 是咖啡渣转化为时尚布料的创新过程 伊林模特儿走秀团队的精彩演绎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国际水准 和未来感的视觉盛宴 服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帽子上面 在衣服还有在包包上面 雨伞上面我们都有这个 陈浦老师 这是另外一个艺术家 他所设计的造型图案 然后经过我的再改造 然后用一些回收的布料 然后重新再变成一个很可爱的视频 那它会出现在服装的搭配大衣 然后T恤上面还有在包包上面会出现 制造未来特展展现环保时尚的无限可能 凸显环境保护与时尚产业的结合重要性 透过这样的活动 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民众 对于环境议题的关注 一起实现资源循环 零废弃的长远目标 一起推动台湾迈向 2050年的近零转型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